第45 甩手扑面 首先 全身向上冲起 步伐不变 扭步站定 同时 右手回圈后 向前以反掌直奔而出 左掌则顺势圈锋后 压至右翼下方平掌贴定 接着 提右腿 站直左腿 呈独立步站定 同时 收右手 左掌向前平推而出 收回的右手 则仰掌扣紧于右翼旁放定 行攻时 全身放松 微湿劲道 稳稳出招 第46 采舵 首先 保持独立步姿势不动 全身围向左转 左手曲肘平收而回 右掌向下压打而出 下压的右掌急向自己的右膝 将右腿向前顿下 顺势 左手借着发腿之力 收至右脸狭旁 互定不动 行攻时 全身放松 翠发劲道 稳稳出招 第47 采舵 第47 采舵 首先 将身体向前微微倾斜 向前冲出 右腿向前跳出 落右部 左腿扣抬 同时 右手向前直接抓扣而出 接着 落左部与右脚跟旁虚放 左手向前直接抓扣而出 与右手全心相对 紧贴不动 接着 上左部冲前跟右部乘四六部作定 双拳 左前右后平戳而开 借着戳拳之力 左手前急而出 右手扣腰不动 行攻时 全身放松 翠发劲道 稳稳出招 第48 采舵 第48 采舵 归圆 首先 身体向右转回 脚步不动 向右转成功部站定不动 同时左拳不动 右拳向右直挑而起 将左部向右脚方向靠拢 呈并不蹲定 同时收双手 平肩立轴 抠紧胸前放定不动 行攻时全身放松 微思劲道 稳稳出招 第49次挑舵 首先将双手向下平拉而落 不把原地挑舵 仍然成马步做定 同时双拳两侧衰挑而起 曲间平轴 双拳扣紧于耳机旁续静不动 行攻时先松后紧 翠发劲道 稳稳出招 第54回霸 首先将全身劲道放松 双手向下垂下 将身体站直 接着将双手向两侧平抬而起 至45度的位置 接着手肘不动 小臂向上曲抬 只扣紧大臂为止 顺势 双掌撑开续静 将手臂向两侧抬平 顺着抬手 撑掌 续静之势 慢慢地吸气一口 接着 双掌向前 平胸推出 推掌时 掌心朝外 指尖尽量靠近 但不可碰到 双掌扣平 向前推平至 伸直为止 顺着双掌推出之事 慢慢地将气全部吐出 将双掌向前撑紧 向外翻转 翻掌时 以手指用紧 手腕摆直 将双手 以须拳扣紧 扣须拳时 静道用在指尖上 拇指尖 紧扣住 食指第一节上方 使拳心 呈现出中空的状态 接着 双掌抬平 将双掌向内拉回 至胸前放定 拉回时 静道贯注于指尖 双掌相对 尽量靠近 但不可碰到 顺着 翻掌 扣拳 拉回之事 慢慢地吸气一口 接着 先将全身放松 将胸口之气 向外快速吐出一半 双掌相对不动 平轴向下 顺拉至丹田前方放定 顺着双掌顺下之事 慢慢地将气全部吐出 行攻时 先松后井 翠发劲道 稳稳出招 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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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练习完了这一段的套路 让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这些招式的应用方法 以及练习时必须注意的技巧 在弥中拳里面 有一种搓打的动作 搓打是一种劲到发的方式 并不是说只有这一招搓打 才用这种劲到发的方式 而是弥中拳搓打的方式 发劲法本身就是弥中拳的一个特长 我为各位介绍一下搓打这一招 当别人不管用任何招式的时候 我不管用什么手打 重点是我看准的是 他腹部这一区的衣服 或者腰带或者是裤子 我只要上手去抓 抓住一个角落就好 这只手就直接上去 也是抓 当抓到一下 好像把他衣服要扯开一下 有没有 这样子一抖进的时候 是把他整个的 肠子这部分整个的捞乱 人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 当整个搓下去的时候 他的力量是一个非常短的力量 好像把人的衣服整个要扯破一样 撕开的这种力量 这样子来打击 了解了这一段的用法 以及技巧之后 我们再一起复习一遍 然后再把全部练过的招式 连贯起来一起练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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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